《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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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出家嗎? 你結婚了嗎? 結婚了,你出家,家裡同意嗎? 我現在一個人了 我現在一個人了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你不從家鄉還要去等紅城 你這樣出,出了我也很記不記得嗎? 哦,出家有鄉嗎? 這個我都不太贊同 我這樣說那也是紅城 出了家就不是紅城了嗎? 起了頭髮,心性上的東西 妄念沒停下來,心性的東西 七七六一全在 那也是紅城在心裡啊 所以... 我覺得現在在家出家 休息都可以 因為法門啊,大小密啊 都講完了釋迦牟尼佛 不是說指向了小城啊 大密城都講完 而且經典呢,在網絡 互聯網上隨處可以獲取啊 而且交通這麼便利 參訪跟老師也很容易啊 遊遊啊,潮山啊,參訪啊 或者交流啊,共險 這些都太容易獲取了 所以,如果你是說 出家呢 我覺得你可以尋找一個安身之地 就是說你在家裡 比如說這個環境 就是改變一個環境 你在家裡覺得,哎呀,我打坐啊 什麼,說個佛法 身邊的人大部分都不信佛啊 對你跟你抗衡 或者我爹 打坐個地方有沒有 那出家最起碼 你打坐或者說佛法的時候 沒人覺得你不誤正義 因為出家人就是誤 那就是正義啊 你在紅城裡邊 你去每天 每天打坐 一個如如不斗坐在那兒 然後一張嘴閉嘴 念阿彌陀佛 大家就覺得你有點不誤正義啊 年輕輕的,怎麼每天就念佛 又不往生,怎麼啊 就他們會這樣 因為他們不懂啊 就會說你 但出家就這些這些東西避免了 他不會這樣說你 反正這個與休息無關 嗯,就是你選擇 在哪個環境裡生活 你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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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那個弟師父 為什麼這樣說啊 那每個師父說話 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吧 你問我的事 你怎麼修行好 所以我答你 是因為你這樣修行 沒什麼問題 你只是想稱佛的話 在哪都行 但是 你要生活 那學這個環境可以 你說我想在珠海 我想在廣州 我想在東北 我想在 比如說是新疆 我想在四月 我想在三里 住茅棚 那是你的選擇 如果一個開朗位 就是他先出的開朗位 他還會有 柔軟的性命 會的 在沒有成道以前 他會有的促緣 他還會有 在明初遇見天眼 他只是知道自己 有空性戒信 他的習氣欲望 在世上 他會很迷失 他不是在每屆市上 都能見空性 他只是知道 佛的這個見地 就是在坐地上 突然進入 五文兩旺的狀態 更成陀螺 見到了空性 而且這個見空性 有些人的見性 不要 但是我們同時見性 但是有些人 他定力很深厚 比如他修了七八年 定力見性了 那因為之間的不明確 突然突破他見性了 那這個人就很厲害 他就在世上就定力 一下子就好像很明白很多 偷測很多 但有的人是建立在舒適的音樂上 他舒適修行過 耕氣比較好 力 就是力耕 有時候他打坐 可能打坐幾個小時 或者什麼 他突然就能見空性 有的耕 有的耕氣力 但這個時候 他因為他在紅塵裡邊 修的時間短 他定力不夠 他就晃動得很厲害 就是看見 亮摘美女 或者什麼 他一度生妖 或者什麼 他心盈 生理的角色都沒破鏡 情欲肯定會有的 只不過他可能隨著 他如果把心放在 完全放在修行上呢 他可能不會說那麼 就是 那爛就像是四屬紅塵那樣 他即使遇到一份情感 他也會把這份情感用來修行的 就是他會在裡邊 不斷絕躁 他又知見了 他因為 如果這個人見性 即使說他去 他真的是找了個小三小生 或者是結婚了 一起別的 他也會在這份情感裡 不斷絕躁自己 他會有這個能力去做這件事 但是不一定說 這個絕躁的過程中 這個就對他修行沒影響 或者這件事是對錯 或者對得錯 師父真的說這件事 就算他在這件事裡面去絕躁 那這件事 師父對他是障道的 還是不障道的 已經不能這樣評判了 那是他自己的因果 看他能不能突破這些 而且呢 隨著你修行 能觸動你的憂怨越來越少 比如說你 你沒修行 可能很多靓仔美女 只要長得好看 就觸動你了 但隨著你修行了 可能 他需要好有緣分 才能觸動你 你就不會看見一個愛一個 再隨著修行 你可能愛的不是皮 你開始可能是他的 有沒有錢啊 這個人長得好看不好看 再往修行 你可能看他的內在的氣質 覺得這個人氣好 你也說不少 他長得不漂亮 但是你覺得跟他在一起舒服 因為你喜歡 你觸緣的東西不一樣 這麼後你覺得他的震度頻率 你喜歡的是他的腸 是他的 就是很多東西 觸動你的緣越來越不一樣 但是總是有緣能觸動你 你還在諸緣不空 我說諸緣畢竟空啊 但是你不空 那種觸動你 所以你還能影響你 所以你不能 不能安住在這兒得大自在 得自在的人 沒有東西可以影響自己 嗯 那他們還在這樣做路上 對 都在倒掃 只是沒緣滿 對 都還不緣滿 不在佛果上 不緣滿 要緣正啊 修行人就是 不管在人世間 就是說不管他戒性了還是沒戒性 一旦你開始修行了 一個修行者的生活啊 比如說你有 不管你在做生意 還是在虛名 在名利 名利勤啊 每一件事上 你都拿佛的空性正解去 不斷地絕照 絕照 然後護持自己的心念 就是護持啊 以佛的空性正解護持 然後都是在修行了 就啊 因為紅情中 你在紅情中修 你是避不開租緣的 因為生生世世的緣很多 你出緣可能 可能比如說坐在這兒 這有三個人 可能這個人是上司 是你的媽媽 那個人是上上上 是你的老公老婆 那個人你上上上 是你的兒子女兒 就 因為大家很多 很多事都有緣 你找來找去 你看很多人 你都能推到緣分 但這些緣 觸動你的時候 你難道全部 甚至是那麼多 你怎麼認呢 是吧 珍惜緣 不是說 我就 你知道我們大家 有緣才會相聚 有緣才會 就算大家說 做這個喝杯茶 也是緣分 是吧 珍惜緣分 好好地 絕照緣起必盡空 緣起信空 這佛學很重要的 不要被緣所轉 不要被緣所轉 但你說 哎 我看見了 就像周圓師姐 我看見她就是我的愛人 那我就 我也希望找個愛人 那我就說 那愛人說 我也很喜歡的 那也行 但是 你說 她說 我看見你是我的愛人 她說 我就不認為你是我老公 那就算了 是吧 就不要說 哎 我就認定了 她就是上世我老婆 但是這個上世的老婆 不認啊 上世的老婆 我上一次這一輩 我不認識你啊 是吧 如果她死不認 她說非得死 一定是 死死不放 這個就錯了 這就是猪圓 這就破壞了你那個圓了 本來是善圓變成逆圓了 猪圓必盡空 要懂得西圓 但要又知道 必盡空 後面是啊 圓起性空 本性是空的 不要被緣所轉 這就是說不要強求 很多東西 不要強求所難 這叫被圓轉 就是說圓起 我們會珍惜 就是說 大家喝個水 大家坐在一起是圓 但你要強迫我做什麼 那就是 強迫說呢 強迫我一定要 喝你倒的水 不能喝他倒的水 那我 那你這個圓就 沒有了知 圓起必盡空 沒有了知 後面這幾個字 就 本身圓是好的 最後變成逆圓了 知道吧 大家很容易休息 尤其有神通 很容易 生生世世了解 大家都有緣的 哎 我是你兒子上輩子 你是我了 你是我誰誰 這個就 然後呢 就是很 其實大家是很高興 我看見了 你上輩子是我什麼 你上上輩子是我 你上上輩子 大家對這些圓真的是 很 就是很開心 其實知道了很開心 很想續圓 很想續圓 很多人很想續圓 但是如果能續到 就像這樣沒脈 就說我就是 也可以啊 但是有的人說續 我覺得 我覺得 就很多 因為我是從小 就是啊 知道這些事 但是我後來發現 傷害我的都市圓 都市你認為的圓 後來你發現 為什麼 你能夠被這些圓 傷到呢 你越近的 有時候越傷 就 為什麼會被傷到呢 就是你對這些圓 有所求 如果他是個陌生人 你覺得 甚至是跟他沒關係 你不會對他有所求 你不會求他 你甚至不會希望 跟他關係更近一點 大家就頻頻的 很有效 但一旦你發現 他是你的母事的一個故人 或者是故交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親人 你突然那個心 就好像覺得 哎呀 你看這 各輩子相遇了啊 你會很想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這很想 這就是有所求了 你已經逾越了 這一世的很多的界線 因為他是陌生的 他對你不認識 不知道你要幹什麼 啊 你就不知道 這就是 就 不能在圓區別界空性 所有的圓都是畢竟空的 但是這個空不是說什麼也沒有 啊 是隨緣起用 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在空性裡 你還是不了解 空性裡邊沒有外法的 就是說你 你認為我們是從外法修成空性 是外法是個換季才能界空性 你把外法當成換季 不是說把外法修修修 通過修修練 外法變成空性 是外法是入壞 然後空性確認 當你是空性的時候 一切法都是你 隨緣起用 不是說一切法已經在你的空性裡 是沒有隨緣起用任何法 就成了神通嘛 在空性中 有什麼佈景 我們會封面 是從外部多角來 有什麼 我應該要回憶 在家族 以外 可以 找人 有傳統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